小周有一个朋友花了11万多的逻辑价买了一辆本田车 这辆车优惠了2万多啊 我觉得它这辆车真的是挺好看的 而且非常的大气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辆车是什么样子了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辆车的外观吧 外观真的是非常的大气啊 坐得又长又宽的 而且这些腰线看起来也很漂亮 再看看这辆车的尾部 就尾部也非常的细密 这个大增加很好看 还加装了一个尾翼 特别的漂亮 再看看这辆车的内饰 内饰也挺好看的 皮座椅 多功能方向盘 大屏导航 还是自动挡的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下空间怎么样 空间也挺大的 一米八级的车宽 确实不错 然后轴距也是二米七级的轴距 再看看后背箱空间怎么样 后背箱空间也挺大的 可以放几个箱子了 再看看这辆车的发动机舱 发动机舱也是挺饱满的 没什么空线 这个是个1.0T的三缸发动机 功力够用 他们说非常的省油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辆车我公有花了11万多落地价 首付了5万 带了6万 每个月要还2000多一点 我觉得还是挺平的一种 因为这辆车差不多优惠了2万多啊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这辆本田零派车了 外观它起飞时也很漂亮 花了11万多的落地价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